大家好 今天我們再來聊五油山水裡面 比較容易被忽略的 動力方向盤油壺 應該來說 我不確定現在電子方向盤 還有沒有在使用油壺 這個我不確定 因為我都是開這種老車 那 動力方向盤油壺的檢查 除了它也是上下線 就是你要檢查油面 的高度以外 今天最主要要教各位如何自己 DIY更換 但是我不會實做啦 因為我好像才換完沒多久 基本上可能很少人會去想到說 要去更換 動力方向盤油壺裡面的油 而且 在 你要把它換乾淨的前提下 自己要動手 是有一點難度啦 因為可能如果你有自己 你自己有那種吸油器的話 那當然就是比較方便 那基本上就是 我們把方向盤油壺的蓋子打開以後 然後裡面會有個濾網 這個 裡面會有個濾網 這個濾網 我們要把它拿起來 拿起來 拿起來以後 我們用最簡單的工具 這個東西 大家應該都看過吧 在浴室啊 廚房都會看到這種東西 像沐浴乳的罐子啊 洗髮線的罐子 它都有這種東西 那 我們的更換就是 我是建議找源頭的 找源頭的話 到時候你要接一根管子 會比較方便 我就以這個做示範 我們把裡面那個濾網 拿起來以後 拿到旁邊 這個會低 我就不拿 拿到旁邊以後 然後我們要先洗乾淨 下面這支管子要洗乾淨 然後插進去 插進去以後 就按壓嘛 按壓它就會把油吸出來 這你就借個管子啊 另外準備一個保特瓶去裝 多餘的油 先把油吸出來以後 盡量吸乾淨 吸乾淨以後 然後 把 然後把新油倒進去 也是一樣倒到一半 搭到一半以後 然後我們發動車子 方向盤就左打右打 多打幾次以後 讓 新油進去 然後把舊油再擠出來 然後這時候你會發現 油又變黑了 然後我們再繼續 拿這個 把油再吸出來 然後再倒新油進去 這樣子循環個幾遍 你會發現 油壺裡面的油會比較乾淨 乾淨的油 它的潤滑度 它的耐壓性 都會比舊油好 就像自排 變速箱 到了一定的時間 也是需要可能做一個循環的更換 但是 老車是不建議用循環機啦 因為用循環機 它有一定的風險存在 像自排油更換 這個有機會再說好了 那動機方向盤油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先把舊油抽掉 然後倒新油進去 把車子發動以後 方向盤左打 右打 就讓方向機去作動 讓它把新油吸進去 然後舊油排出來 然後我們再把 裡面的油 油壺裡面的油 再吸掉 吸掉以後再倒新油進去 這樣一個循環個可能 一兩瓶啦 循環個一兩瓶 裡面的油就可以很乾淨了 這樣也可以確保方向機裡面的油 的新鮮程度 至少它對裡面一些 髒污啊 油風啊 那些的保護 也都會比較好 嗯 大概就這樣子啦 換方向盤油很簡單 然後 就是準備個兩瓶吧 兩瓶一公升的 自排油 或者動力方向盤的專用油都可以 然後這樣子做循環更換 確保方向機的壽命 然後你方向盤 在轉動的輕盈程度 當然啦 換新油跟舊油 可能 方向盤轉動那個 軟硬 那個力道 可能差異不大 但是至少我們可以確保 裡面的油是乾淨的 對車的行駛狀況是好的 這樣子應該就 會比較好 好啦 這個簡單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观看